台陆委会等相关部门 从10日起恢复部分两岸直航航点 2月1日 这个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 大陆方面提出优先恢复广州等16个两岸直航航点 建议后台湾陆委会发布 恢复两岸空运客运航点规划 符合全面恢复两岸空运客运直航的需求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新生 这个挺好 别打仗打仗不好 都是自家人 会死人的 如果能可以让两岸的政党交了交流 那就更好了 让我们这个党去他们那里执政执政 给他们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先进 让他们那个党 尤其让他们民进党 我们不是讨厌他们民进党 让他们来 让他们出出丑 一来他们就知道了 中国太大了 你不好弄啊 一来他们就出丑了 好 政党交流交流更好 我觉得 就我的心声啊 不知道对不对啊 不对我改 对不起大家 不对我先道歉 我是个人呢 我来不及待 不及待 好 晚安